Hello 大家好 Yow's Kitchen很久沒和大家見面了 小朋友回學了 我終於可以和大家分享這個食譜了 以下就是今天的材料 又簡單又易煲又好喝 羅漢果可能很多朋友都煲過 但金羅漢果有沒有煲過呢? 舊式的羅漢果香太接受不到的味道 小朋友也很抗拒 但這個金羅漢果更加有營養 維生素更加豐富 片頭就有很詳盡的做法表 中文 英文都有 你們可以去看 畫面也有畫面給你們跟著做 所以我不浪費時間跟著畫面說什麼 我就盡快爭取時間說一下有什麼營養價值 雪梨乾我不說 之前跟大家說過很詳盡 都是潤肺 紫咳的 今天我主要是說這個金羅漢果 金羅漢果有稱為神仙果 提前提提大家 這個紅棗要去核的 否則煲茶就很燥熱 金羅漢果是比較寒涼的 所以我就放一些紅棗 燉勻中和 茶沒有那麼寒涼的 始終入秋就不可以喝太寒涼的東西了 說回羅漢果 金羅漢果的味道比傳統的羅漢果清甜 營養方面低溫真空脫水的技術 因為現在有這個技術 以前就沒有了 以前就用高溫去烘烤羅漢果 所以有點苦苦 焦焦味和甜味 所以我就很不喜歡那些味道 而且高溫會令羅漢果的維生素 減少了很多 因為現在科技進步了 已經把羅漢果 懂得用低溫真空脫水的技術 去製造羅漢果 可以保存得更加久了 因為它直接在樹上紮出來 之後就抽真空可以保存久一點 如果不是新鮮的羅漢果 紮了下來只可以保存10天 如果你買羅漢果的時候 你看到有些孔是不需要害怕的 因為它們的孔 就用這個低溫真空脫水的技術 就可以保存久一點 和保留它的營養多一點 現在煮雪梨和紅棗蜜冬的水的時候 我們就洗一洗金螺漢果 金螺漢果記住不要濕碎 因為我們1.8L的水 我們用半個金螺漢果就夠了 所以不要弄濕它 盡量 撕開了一半 很容易撕開它 我剛才撕開 我想讓你們聽一下聲音 很容易撕開它 它是新鮮秋真空脫水的 在樹上扎下來 看到有兩個孔 剛才一個孔 這裡一個孔 底面割一個孔 撕開一半 我們連芯和蓋子 這些我們留下一次用的 OK 我們的芯要一半 這個皮也要的 皮也有它的作用 芯呢 我們也要一半 啊 這麼緊的 芯很難撕啊 但是這個 我要拿東西撕開它 芯我們也要一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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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呢 清甜過那些深啡色的 我自己就喜歡喝這隻多些 那隻呢 我啡色那隻呢 高溫烘焙那隻呢 焦焦的那隻呢 那隻呢 那隻我接受不了 好啊 太甘啊 那些味 那這個呢 就蓋起去 放進冰箱 可以明天或者後日再煮都OK的 那這個我們洗了之後呢 那之後呢 煮完那些雪梨茶 我們就放下去 烤15至20分鐘就可以了 先洗一洗 洗兩次了 始終怕它有 怕它有 怕它有灰塵的 OK 就沖一沖就OK了 那我們就留回 最後的時候 放下去 烤 11分鐘呢 它現在的水溫呢 就去到90度的 那它去到100度呢 它就會自動的這樣煮 那個時間 我設了15堂水 上次呢 就試過是煮45分鐘的 那45分鐘呢 那些紅棗和雪梨乾出了味 我們呢 就會放了這個 螺漢果下去焗它 焗得了 不用煮的了 這個金螺漢果 是的 如果你太高溫去煮它 營養就會消失了 還不太好 記住這個 一點心得 93 大約煮14分鐘 它就變了100度 哦 100度 OK 之後它就會 告訴你 10 15糖水的程式 然後呢 噢 0.9 即是 45分鐘 9個字 那一等它45分鐘之後呢 我們呢 就會放下去了 OK 它一夠鐘它就會自己停了 但它P20 P20 即是保溫 看到嗎 這個 P20 即這個功能 20 就是保溫 那我們現在呢 就放些螺漢果進去吧 我煮茶的時間呢 他們就快放學了 那我就煮個午餐啦 洋蔥 椰菜 鴨胸 這樣 又一個菜 還有在焗一些五花腩 很香 讓它們放學回來 很餓 我現在吃 一邊吃飯 一邊喝茶 這個洋蔥 如果你煮湯 那洋蔥湯 我最少炒它20至30分鐘 或者更加久 但是煮菜呢 我都會炒它10分鐘 炒到它透明啡啡的 然後再加其他東西 那這個茶呢 不是說一定要焗20分鐘 就一定全部倒出來 你焗久一點都OK的 所以呢 即20分鐘就會出味了 那你可以焗久一點才喝都OK的 我還有9分鐘 不如快放學吧 夠了 可以倒出來的 先煮完 炒到這樣 炒到這樣 軟了 透明了 啡啡的 就可以放些菜 下去了 好了 炒了這些芋菜 軟身 加一點鹽 不要加太多鹽 因為鴨膨也有些味 所以 兜兩兜就可以 放些鴨膨 下去 讓菜吸收了鹽 煮一下茶 又左右煮了 煮菜 哈哈 兜兩兜就可以了 鴨膨 煮了 就煮了 煮了 不用煮也可以吃的 但是要兜兩兜 兜上熱去 搞定 洋蔥 椰菜 鴨膨 有肉有菜 都是多菜 少肉 搞定 先把茶倒進去 蓋上去摺上來 摺小幫手上來就知道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茶可能加少許鹽 調一下味道 我待會倒少許出來試試 但我想加少許鹽去調一下味道 先倒一口出來 我決定還是不加鹽 免得他們不喜歡 好了 就這樣喝就好甜好美味 好棒 好了 兩兄弟加起來 爸爸今晚回來喝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分享金羅漢果茶 還有羅漢果的功效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羅漢果有天然消炎成份 最適合潤肺止咳 還有煙喉乾脆 煙酒過多的朋友喝 因為鄉太這個禮拜吃了雞煲 吃了兩天的羊肉沙律 還有吃了水煮魚 喉嚨就開始自殘到開始有少少乾脆 所以今天就要煮這個金羅漢果 我喝了兩杯 真的感覺舒服了很多很多 它還有護膚美容抗衰老的功效 有豐富的維生素絲 可以改善皮膚乾燥 還有美白抗老化的功效 如果那陣子吃太多熱氣 例如喉嚨通 三菲茲 山暗瘡 喝這個羅漢果茶也很好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分享的金羅漢果茶 如果喜歡我的食譜 記得和朋友分享 或者訂閱我的免費頻道 我很快有另一個食譜和大家分享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